我们这个事件做好之后 我们接着要来做一些东西 那事件完之后 我们一样在这个事件上面点一下右键 那这边有一个叫输入媒体 好那我们点一下看看 好那媒体它就会有让你不同的 左边这边会有不同的媒体来源 比如说摄影机啊 装置或你的自己喜好的项目里面 那我这里的媒体来源是 外界是500G的这一颗 那这一颗的点下去它可以选了 那你可以看到在选的时候 上面这个会跟着变 那比如说500G的这一颗之后 如果选99其他的这个资料 你看上面会变成其他 那如果要回来的话 就是它会一直往上跌 比如说你看Buffer 500G的上面有其他 那我们再去点那个3月18小组聚餐 那它最上面就会变成小组聚餐 那如果要回到其他呢 我只要再选一个99 就会回到上面这边 那我们先来进入我们要练习的小组聚餐这边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自己是有先做一些分类 比如说这个JPG就是图片嘛 那我比如说这些图片是我要的 那我就把它也可以按Shift把它选起来 然后最底下这边有一个输入所选的项目 那点下去 好这样它就会把 在这个剪辑练习这个事件里面 它就有四张图可以让我们使用 好那同理了 我们一样继续输入媒体 我们也可以输入影片的部分 那影片的部分 这个秒数好像很少的样子 应该是录失败 那我们先来载入这个 比较长这个 那有时候如果你一次下载很多 那档案很大的话 它会载得蛮慢的 好吧 我们先稍微看一下 好那这个就很大 这2.41G 那我们先介绍之后 先用这个载入163MHz看看 那载入之后 它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 会在跑说它载入的进度 要等它整个变 像这个已经载入完成的时候 才可以再继续其他的使用 这是把一些相关媒体 我们刚才已经有载入几种媒体 一个是图片 一个是影片 好那我们先在输入媒体 先把它练习好一点 那我们回到外面 这边我有去那个YouTube 去找到一些音乐 那我们先随便找一首进来吧 那我们先找一个比较短的 给到塞这一首 所以它几种方式都可以进来 图片音讯跟影片 这是最常用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输入进来 那它就会有这个声音的进来 这是先怎么样去把媒体叫进来的方式 你:「薅且拍下来,ces treament Kaz experience 我们先期待就能给你